其他親友陪同快不離開解剖室 至親家人前往保齡茶室用餐 居然賠掉一條性命 檢方進行解剖相宴 一個多小時後 家屬悲痛發生 目前保齡茶室全部分店都遭到勒令停業 檢查機關也全面啟動離清死因及相關 責任 畢竟受害人數持續擴增 截至三月二十八號下午五點鐘 全臺通報案例中央公佈十四例 再加雙倍新增五人 累積十九人 兩人死亡之外 還有五位重症在加護病房搶救中 微生物的或者其他沒有辦法驗毒素的 我們食藥署跟疾管署會幫忙 目前衛福部食藥署 已經將整起事件定調為重大食物中毒 相關微生物檢驗至少需要兩週作業時間 而其他項目會加速進行給家屬和消費者一個答案 雙手交叉 放背後不發一語快速往前走 深陷食物中毒風暴的保齡茶室執行長李仿軒 在律師陪同下首度對外現身 到台北市政府討論賠償 保齡不只態度反覆 甚至沒說實話 就連二十六號已經勒令業者全部分店停業調查 但經過追查卻發現 保齡公司在台北市刻意露燈一家公司 導致馬來西亞風味蔬食餐酒館 直到二十七號都還在營業 刻意的漏爆這些職業的地點 那這一點是非常嚴重的 根據史安法最高是三百萬 保齡如果確實有登陸不實 或是說明不實的地方 一定依法重罰沒有第二句話 不排除開罰保齡三百萬 除了保齡停業外 果條供應商大阪城公司停業 果條還有重牌商是位於南港的 紅旗食品行 供應雙北十間小吃店 目前已經停止供貨 北市衛生局一度不公佈名稱 但市長蔣萬安要求馬上公佈 稽查之下他已經停止供貨了 那他下游的小吃店 因為他停止供貨 每天的貨源也沒了 市民朋友可能在第一線 也不會吃到這樣有風險的一個食材 原本這場記者會由北市副市長主持 蔣萬安一個小時前決定臨時出席 把臨時安風暴引發民眾憂心 北市反應是否夠快 也在檢討範圍中 再次我們歡迎歡迎台北參謀島